超能冲刺腿 在这期生存中我们被赋予了12种急跑就会触发的被动技能 有能发射强大激光的激光冲刺 还有带来和平的TNT冲刺 那么最终我们能否跑进益次元空间打败无敌的墨影龙呢 好的观众朋友们 由于我们今天要制作的超能腿 它需要的材料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采用半生存半创造的模式 来给大家介绍这些能力啊 觉得理解的请打一个纪念级理解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TNT冲刺腿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样的效果 一个钻石鞋周围维权TNT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获得了TNT奔跑 那现在我们就附魔了一个隐形的皇帝的心脚在我的脚上 只要我们正常的往前跑 就会开始生成TNT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和平 而且TNT也是非常的安全 根本不会伤害我自己 我这下了一连串的TNT啊 那我们现在就利用了我人类的方法加速的这个世界的演化阵度啊 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效果切换器啊 就可以把我们的TNT急跑停止了 虽然这个超能力腿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强劲啊 但是呢最近视频的播放量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惨淡啊 上期视频就连点赞数到现在都才高1000多啊 所以为了大家的点赞数这期视频长而点赞充5000 明天就继续日更实现本周年更三期 就算干位要爆干板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它叫做冲刺冲刺啊 你没有听错啊 就是双倍的冲刺啊 double冲刺 就连合成方法都要三只鞋子才行 啊我们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就是双倍的机跑效果 哎不对啊 速度感觉也没有什么提升啊 哦来感觉了来感觉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速度呢 它是一个可变化的效果啊 也就是说我们跑的时间越久 它速度加成就越高啊 好啊 这边为了更好的呈现出我们速度的提升 我们来到了一片大空地啊 给大家跑起来 哦这个速度现在已经不显示有多少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速度快到已经 游戏无法表达它该是多少等级了 哦我看到我们现在速度是多少啊 它在不断的变化啊 叫XLVL 哎这是什么玩意啊 罗马数字啊 应该是 哇我感觉我还能远远的达不到我的极限啊 还能再快可还行 我现在没跑一步出去 就像子弹一样瞬间发射出去一样啊 这个时候请各位把快男打在弹幕上好吗 完全符合这个身份好吧 我能不能直接在水里游 哎哎在水里就跑不动了啊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血量并不是很健康了 而且呢非常的饿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合成一个治疗宠刺 直接就诞生了 当我们跑起来的话 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源源不断的生命回复啊 哦吼 你倒是回啊 怎么回不动啊 我们只要跑的时间越长呢 它治疗的效果啊也就会越明显 哇哦 这个生命回复是假的吧 观众朋友们 哦哦有了有了有了 哦我看明白了 刚才是因为我们太饿了 跑都跑不动了 所以说导致啊 我们都触发不了这个回血的效果啊 哎呀呀 那么问题来了 饿了该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合成出来一个重地急跑啊 啊我所到之处直接长满了土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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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行了 这功能太诡异了好吧 好啊我们利用我们的效果切换器呢 可以不断的切换我们已经做好的急跑效果 可以看到啊 利用了一波加速呢 配合了一个TNT呢 完成了一波加速TNT的康博操作啊 非常的帅气 这里呢还有两只小红皮 咱们之间呢天地让他们螺旋绳肩帅 啊 我们来做好的激光机跑 哦可以啊 这个世界效果呢还是蛮不错的 射出去的是一个例子 啊 我怎么打不着他们呀 为什么啊 我行我行 大哥大哥大哥别上来别上来 不至于不至于 哎哎哎哎哎 好啊一路奔波呢也是找到了一户村庄啊 啊 这个激光怎么对 分明有效果呢 那我要你这个激光有什么用啊 啊打不了怪只能打我最好的伙伴 我很伤心好吧 这种人那神经病 好我们这回呢做出来的效果呢叫做 公羊冲撞啊 刚好呢拿当地怪兽来试验一下 哎一下就给他顶飞了 可以看到挺好玩的 我说是吧 哎你看 哦还能听到羊娇的效果非常的拟针 可以看到他也是乐在其中乐死不疲呀 好啊这边呢找了几只小羊来一场真正羊与羊之间的对决 哎我直接我给他顶出来 哦这下顶得好远呀 哇气飞了真正的 太帅了吧 哎观众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跳跃提升冲刺啊 哎我们现在就可以啊越跳越高了 哎呀也是非常的爽快呀 好啊我们这边的话合成一个挖矿冲刺哎 只要当我们呢奔跑起来啊 就可以破坏我身边的任何方块 哇太爽了吧 兄弟们觉得解压呢 请把解压打在弹幕上啊 哇我这一路我这是发到哪了 从此呢我又有一个新的代号 名叫穿山椒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呢带着火焰机跑呢 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非常寒冷的村庄啊 想必当地居民都被蹲坏了吧 这个时候呢作为一向喜欢送温暖的我呢 必须得给他们感受到做熊熊大火般的温暖呀 大家可以看到哇塞 什么叫做啊 献爱心好吧 那么最后一个机跑呢没有错啊 就是我们的飞行机跑啊 可以看到我们脚下呢产生一股又一股的这个超级气流啊 将我扶空而上 我们越跳越高越跑越快啊 我们直接化身为相机室啊 进行这个越步啊 脚踩空气踏破虚空好吧 这里呢我又穿了一套盔甲啊 来到一串空间 我们能否击败无敌的墨影龙 首先呢利用我们的穿山甲技能 一路的跑过去 来然后边跳边往上走 边搭边往上走 很快的来到了地表之上啊 把这边的坚硬如比的黑钥匙也轻松带走 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越步啊 脚踩空气飞到墨影塔之上啊 摧毁墨影水晶 这个时候啊我们只需要回到这个传统塔之内啊 等待墨影龙回归 使用我们的天天机跑呢 在这里无限的埋伏天地进行一个超级轰炸 最关键这个天地呢 对我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啊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是最为合理的 最后一击完成核爆 再次的给墨地带来了和平 好的观众朋友们长按点赞 抽五千立马日更下一期 拜拜